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如果说早晨一起床,或者受凉了,受冷风吹了 或者就是一点原因都没有的 突然发现了自己口眼歪斜了,歪到一边去了 这边的眼睛也避不死了 这些皱纹都消失了,鼻唇沟也消失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出现了面瘫 如果你出现这种情况,先别着急去治 尤其是你年纪比较大的人,先起来走两步 为什么呢? 因为面瘫分为中枢性面瘫和周围性面瘫 这个中枢性面瘫指的就是面神经节以上的病变 比如说像脑部的肿瘤,比如说脑出血脑梗 它也会导致面瘫的 但是它除了面瘫之外,它还会导致半身的感觉和运动的障碍 所以说你起来走两步看,能不能轴稳,能不能站稳 能不能两个胳膊往上一举力量,能不能是一样的 如果你发现这一半边,用镜也用不上 走路也走不稳,感觉还有点障碍 这个时候赶紧去医院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检查和治疗 但是你发现走路没事,走得特别好 那你就稍微放心一点了 有可能叫做周围性的面瘫 它又叫做面神经的麻痹 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最多件的就是病毒感染,导致了面神经的水肿出现了面部神经麻痹的问题了 很多人说,这个面瘫就像感冒一样,不用治,它自己就能好 我告诉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面瘫呢,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自愈性 尤其是我们叫做贝尔面瘫,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面瘫类性 它呢,最多件的原因呢,是感染了单传性抛疹病毒 也有学者呢,是认为和自身免疫反应有关系的 它呢,导致了这个面神经的水肿和麻痹 它呢,确实是可以自己好 但是呢,如果说呢,你不积极的治疗 不积极的消除水肿,缓解炎症的话 它呢,首先好的很慢 第二个,它有可能啊,好到七八分的时候 它好不了了,剩下一点点 你想想,它可不像感冒似的,你好就好了呀 它万一没好全,剩下一点点嘴歪 你都受不了,是吧 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如果你积极的治疗,它就完全治愈 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 它有可能自己就彻底好了 但有可能呢,会残留下一点的后遗症 所以说呢,我们说面瘫这个病啊 还是得积极治疗的 千万别自己去靠啊 万一剩下一点后遗症确实呢,挺难看的 那我们通常怎么来治疗呢 我们西医的治疗方法 首先呢,是不是和病毒有关 我们呢,通常都是要抗病毒治疗的 比如说最常用的阿希洛伟 第二个呢,局部出现了炎症水肿 导致了这个面神经的这个水肿和麻痹了 我们是不是要用一点这种抗炎类的药物啊 最常用的就是激素 激素的话,短时间去使用 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损害 但是呢,当然 医生的处方下才能去用到激素啊 建议呢,直接找医生去开就行了 那第三个,既然神经麻痹了,我们是不是得营养神经啊 最常用的像甲骨胺类这样的药物 第四个呢,像一些改善微转环的药物呢 也可以去来进行使用 问一问你的大夫 那除了用这些药物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一定要用低眼液 为什么呢? 因为面瘫之后啊 被麻痹的这一边 这个我们的眼睛啊,容易闭不上 闭不上的话呢 它就会特别容易会导致这个角膜出现溃疡 出现炎症 出现非常严重的病变啊 这个病变可能比这个面瘫还重 所以说呢 平时的时候你一定要去低眼液 用一点眼药膏 如果说感觉眼睛特别难受 还可以用一点这种消炎类的低眼液都可以 可以再戴上一个眼罩 去保护这个呢,必不死的这个眼睛 如果万一一旦出现角膜溃疡 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所以说记着 别光致面瘫 还要保护这个必不死的这个眼睛 非常的重要 那中医的话 治疗我们呢 最常用的像签证伞 那除了应用中药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应用针灸的方式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用的 但是呢 通常啊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面部针灸啊 尽量别使劲的这个体察粘转 刺激别太大了 刺激大了呢 有可能会这个角往过渡 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我们通常的都是去针刺 远端的穴位 比如说手上和腿上的 这样的远端 经络和穴位的手 刺激量大一点 你腿上你使劲刺激 它也不会导致面部出问题 但是呢 面部尽量我们刺激度 就不要太大了 这是我们通常针灸的一个原则 当然了 这个常用的穴位 也就没法给大家讲了 因为你用完了 你还得去找医生去针灸嘛 所以说你就知道 我们可以用针灸的方法 来进行治疗 那很多人说呢 我碰到一个神医啊 我这个面瘫啊 都十几天了 没好 我找他喝了十几天的中药 吃了呢 扎了十几天的针 他就好了 其实呢 没有什么太神奇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面瘫啊 通常呢 大约在两到三个星期左右 他就会进入一个自我的恢复期 所以说呢 你会发现 你十几天 没什么反应 挺正常的 正常来说 你治疗五到十天左右 有些人呢 发现反应不大 那挺正常 但是呢 通常过了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左右 这个面瘫自己就恢复的挺好 所以说呢 有时候啊 他也是和我们的这个自愈力啊 是有关的 但是并不是说是让你不治了呀 你可以一定要听明白 他虽然说是自愈 但是我们呢 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可以让他愈合的更好 更不留后遗症 愈合的更快 如果你去不治他 光等着他好 他万一好的慢呢 他万一你就碰上那种严重水肿 一直不消散的呢 时间长了 这个神经出现损伤了 他就给你来一个歪嘴呢 你谁也受不了啊 所以说呢 有了面瘫 积极的治疗 别自己去靠着 到最后弄得挺难看的 也不好办 那第二种呢 叫亨特面瘫 这个亨特面瘫啊 他就厉害了 那这种面瘫呢 最关键的一个病毒 是叫做带状炮疹病毒 这个带状炮疹病毒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说在背上长啊 腰上长啊 胸上长啊 蝉腰龙蝉火丹的 但是他万一长在脸上 长在神经附近 面部神经附近 他的这个症状就很重了 他呢 一开始 他就不光是脸歪嘴歪了 他耳朵疼 一定要记轻啊 耳朵疼的 脸疼的这种面瘫 赶紧去医院里面治 千万别耽误 因为这种亨特面瘫 它导致的这个 后遗症的情况非常重啊 非常有可能会导致后遗症 很多人说 面瘫不用怕 七八成八九成的人 都可以完全自愈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亨特面瘫 那可是真不一定 他的后遗症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说呢 如果出现了疼痛 尤其是耳部疼痛 出现了面瘫 并且呢 还会出现了这种泡疹 过两天泡疹还出来了 那你赶紧得去治了 这就不用想了 那有报道呢 如果你是亨特面瘫 也就是带状泡疹 导致的面瘫 那三天之内 进行积极的治疗 有75%的人可以痊愈 但是呢 如果你是七天以后 再来治疗 仅仅只有30%的人能痊愈 那你以后呢 就是这个脸是歪的了 所以说你想想 如果你出现了这种亨特面瘫 那赶紧得去医院治 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如果说你实在是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带状泡疹病毒 还是呢 单纯性泡疹病毒 到底是这个亨特面瘫 还是贝尔面瘫的话 建议出现面瘫 赶紧去医院里面 正规吃点药吧 因为呢 这个面瘫 你万一呢 是这个贝尔面瘫 它自己倒是也能好 好的可能性还比较大 但是你万一是亨特面瘫呢 你看完了 你这个脸啊 可就真的回不来了 这个几率就挺大了 所以说呢 我们最后总结 有面瘫一定要呢 及早的去医院里面进行治疗 我们治疗的方案通常 抗病毒 抗炎 用激素类的药 还有呢 一定要保护这个角膜 用一下人工肋液呀 眼药水来保护角膜 还有呢 要营养面部的神经 还有呢 去促进局部的微循环 我们中医的话 通常呢去用方计一下签证伞呀 还有呢 去应用针灸来进行治疗 就能达到呢 比较不错的效果 预后比较好 不容易呢 会出现后遗症 越积极治疗 它的预后是越好的 好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